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今日表决通过了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 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增加了 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盈利性民办学校等内容 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以来 我国民办教育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是16.3万所 占全国总数的31.8% 在校学生4570.4万人 占全国总数的17.6%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 高等教育的民办学校 分别占民办学校总数的90% 6.6% 3.0%和0.4% 以往不少民办校都是以盈利或威力的形式生存 那么新法实施后 目前已开办的数量众多 且拥有大量学生和教师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 将何去何从呢 往后孩子们上学会更困难吗 今天呢 我们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位外来务工人员刘女士 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居住在湖里区林后社的刘女士 去年带着女儿从老家来到在下务工的丈夫身边 由于没有厦门户口 来下时间也不长 她的女儿上小学时遇到了困难 因为我老家山东 来这边也不是太久 积分不够 那排工办的话就是排不上 当时就是很困难 因为觉得可能要回去读书了 几经辗转 刘女士了解到 家附近的柏林民办学校还有空余的学位 赶紧带着女儿去报了名 教学质量是非常好 管理也很到位 觉得对这个学校是很满意 又离家很近 觉得各方面都很方便 近日刘女士听说 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 将禁止设立盈利性民办小学初中 心中不免担心起来 我是担心 那如果这个民办校 因为投资的考虑 他要担心没有钱赚 然后撤资了 那学校办不下去了 那我的孩子 那就没有地方读书了 或者是如果即便是 政府有安排我的孩子读书 那因为也不是住在附近 也很不方便 和刘女士一样 政策出台后 学校里不少家长们都议论纷纷 据了解 柏林民办学校成立于2002年 学校现有40个教学班 2000余名学生 110多位教职员工 是湖里区规模较大的 九年一贯制一级民办学校之一 声援百分百为 湖里区进城务工人员 随前子女 针对家长们的疑惑 校长张素芳告诉记者 学校本身就属于非盈利民办学校 招生政策也将保持稳定 家长大可不必担心 我们柏林民办学校自创立以来 就是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 我们一直都是以非盈利办学的 记者同时走访了另外一家民办学校 火炬学校 成立于2001年的火炬学校 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现有教学班四十三个 学生近两千名 教职员工一百七十余人 学校主要招收新龙社区 新元社区和马龙社区 常驻户口的适龄儿童 以及台胞台商子女 还有部分不受户口限制的片外生 副校长胡志明告诉记者 火炬学校是一所 民办非盈利性学校 新政实施后 仍会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为办学宗旨 我们的老校主办学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家门口 有更好的学校资源 能够有一所优质的教育的学校 能够把奉献给我们的孩子们 根据厦门市教育局统计 五市共有中学113所 小学302所 其中民办中学12所 民办小学31所 民办中小学总数 占全是中小学数的10% 而从湖里区来说 湖里全区共有17所 民办中小学 这些学校在民政部门 登记的均为 民办非企业单位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 这些民办学校均属于 非盈利性学校 而非盈利性具体是 如何判定和核查呢 我们了解到呀 此前的民办教育促进法 并未对民办校 是否盈利的属性 及办学行为 做出严格的界定 那么修改后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 对这一问题 又有哪些具体的变化 和调整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02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 为鼓励民间资本 投入教育 对民办学校 出资人做出规定 民办学校在 扣除办学成本 预留发展基金 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提取其他的 必须的费用后 出资人可以从 办学节育中 取得合理回报 受此利好因素影响 十多年来 各级各类民办教育 得到快速发展 修改后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 可以自主选择设立 非盈利性 或者盈利性 民办学校 但是不得设立 实施义务教育的 盈利性民办学校 修改决定自2017年 9月1号起实行 特别指出在 义务教育阶段是 不得分红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盈利 但是你的盈利 必须回馈到 这个教育本身当中去 不能作为资本的分红 此外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 对于民办学校的 地位及扶持政策 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对于新建扩建 非盈利性民办学校 人民政府应按照 与公办校同等原则 以划拨等方式 给予用地优惠 而盈利性学校 则是按照 国家规定供给土地 在税收方面 非盈利性民办学校 享受与公办学校 同等税收优惠 此外 现级以上人民政府 都可以采取 购买服务 助学贷款 奖助学金 和出租转让闲置的 国有资产等措施 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 对非盈利性民办学校 还可以采取 政府补贴 基金奖励 捐资激励等扶持措施 应该来说 民促法修改版的 颁布之后 我想作为民办教育 它能够得到 更多的法律的保障 对我们这种 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 在 如果把公益性 摆在首位 将会 取得政府 更大的扶持 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在保障教职工 合法权益方面 修改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 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鼓励民办学校按照规定 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 业内人士认为 义务教育是政府必须提供的 基本公共服务 其属性决定了 其不适合 由盈利性的民办学校来实施 否则就有可能影响 义务教育政府责任的落实 影响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甚至会加重民众的负担 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 有利于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 产权归属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在法律层面 得以澄清和解决 我们这次的民办教育促进法 是对义务教育的一种 更加强有力的保障和督促跟落实 也是促进各级政府 要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 确保 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到 政府提供的这种免费的义务教育 另外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背景很干涉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厦门 我们也有很多的民办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的 那么这几年因为学位不够 所以各个区政府都向 民办学校的购买协位 那就出现了公共财政的资金 到了民办学校实体里面去 那么这个资金 如果变成个人的引力 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应该的 但是政府现在很难去监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也有利于我们理清这个关系以后 政府对民办学校购买协位 保证义务教育 能够让每个孩子有书读 这个角度上说 它的这个管理就更到位了 业内人士分析说 相较于此前的民办教育促进法 并未对民办校是否盈利的属性 及办学行为做出严格的界定 新的规定会对那些 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学校 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如果没有详细的配套 新的规定一样容易流于形式 禁止盈利后 民办学校会不会有新的收费名目 资金的再投入 能否百分百运用到教育上 这都需要细致而强有力的监管 另外 面对当下义务教育阶段 声援过多而学位紧缺的现实情况 如果功利教育还不能在短时间内 实现更广更全面的覆盖 那么一刀切的 禁设盈利性民办学校 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就学 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的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2016 全国服装服饰折扣商品 厦门交易博览会 品牌服装 羊绒皮草 特价商品 家居装品 香包鞋帽 各地美食 12月10日 这26日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举行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据了解 厦门早在1999年 就早于国家规定 允许办学投资者 合理收回投资成本 并得到一定回报 由此希望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以消化日益增长的外来生源 自1999年 厦门第一所民办学校 厦门市外来员工子弟学校诞生以来 厦门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校 经历了17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2015年到2016学年 厦门市全市中学在校生 是18万2974 小学在校生是27万8931 其中民办中学在校生 6097 民办小学在校生 47677 民办中学占全市中学生数的 3.3% 民办小学占全市小学生数的 17% 作为全市常住人口最多的一个区 狐狸区17所民办中小学 2016秋季在校生为 20626人 其中小学19717人 初中909人 民办小学占全区小学生数的37% 民办初中占全区初中学生数的6% 可以说呀 民办义务教育已经成为了 50公办教育的重要补充 对于许多人来说 民办学校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位 也满足了一些家庭对于特色化教育服务的需求 张颖波是柏林学校2005届初中毕业生 由于父母很早就在下务工 当年还在全州读小学的他 不得不与父母分开 也比较缺乏那个端案 然后后来听我爷爷讲 这边务理区开办的一些民办学校 然后我父母亲就把我带下来了 然后就在这个柏林学校读师了 经过努力张颖波顺利考上大同中学 并考取了理想的大学 现在成为了一名建筑设计师 他很感谢民办学校给了他读书的机会 刘其平是胡理中学的一名弟弟老师 当年在他小学生初中的时候 按照画片他会去一所公立学校念书 不过家人看中火炬学校更为优秀的硬件条件 以及学校每年取得的优异的中考成绩 宁愿花费更多钱让他到民办学校学习 火炬的初中部是跟一中合办的 所以当时很多资源 我们都可以得到来自一中的一些资源 虽然目前武师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 都能够得到政府的补贴 但整体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 胡理区民办学校教育协会会长张素芳告诉记者 目前大部分民办校的学费 都是由市里统一定级收费 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 许多学校都面临着资金压力的问题 资金压力也是希望说得到政府能享受 像公办校一样的一些扶持 此外由于在西纳优秀人才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民办学校师资队伍不稳定 也不利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键是政府落实以后 对民办教师那个福利待遇 会不会有所提高 是不是与公办教师一样有缴纳无险一惊 然后在节假日 今天方面会不会跟他们公办教师也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民办教师是否想有和公办教师一样 外出培训进修的这一个机会 第三个如果能请进民师来我们学校 多指导一下 提高我们整个民办教师的队伍 然后可能教学质量会更好 如果说我们现在整个民办学校的工资待遇 包括各方面都能够跟公办老师缩小一定的距离 那我想这对于整个民办学校的整个优质的师资 有很大的提升 看来不管新规是否实行 民办教育都面临竞争加剧 转型体制的挑战 我们来看一下 活动平台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义务教育它还是应该保持它的非盈利性 所以这样呢才能让你这个教育回归到它真正的本质上 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坚持非盈利性 是守住义务教育的底线 对于义务教育资源需要强调政府责任 而不是指望民办教育 更不能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变为暴力产业 目前很多民办教育投资者都是为了盈利才办觉得 新的民办教育 促进法会严重挫伤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 这与鼓励社会办学的教育改革政策背道而示 义务教育不是恶利盈利的民办学校 不是说国家去限制这个民办教育 反而说国家会加大对非盈利的民办学校的投入和扶持 不能盈利呢 意味着会将更多的办学结余去投入到教育教学中 这很有利于去实现 帮助学校去实现这个它的内涵客色的发展 目前我国教育领域资源相对短缺 公办学校兜底 民办学校竞争 是教育最大化的文尔选择 限制了民办学校 这未必有利于广大民众社教育需求的实现 好的 感谢互动平台上网友的参与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你会特别呵护手肘和膝盖吗 好像不会 全心多分 含滋养美肤精华 一周周从手肘 膝盖到脚踝 滋润全身每寸肌肤 比牛奶更滋养 新多分沐浴乳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虽然教育界人士都认为 建设盈利性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后 五十目前的教育格局 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对于想要获取回报的民间资本 势必会有不小的冲击 那么未来如何吸引社会力量 进入义务教育领域 促进非盈利性民办学校发展 现在即将来一段时期 在具体地方细则出台之前 有哪些焦点问题是期待解决的呢 从事教育事业35年的 黄马福校长认为 在公办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新政实行后 政府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 非盈利性学校 在财政 税收 收费土地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 以及由地方政府决定的事项 需要依法落实 拿出措施 其次还需要解决好 现有民办学校的过渡问题 从长眼来看的话 如果是民办教育促进法 真正得到落实的话 它确实是会限制 很多的民营资本 或到义务教育这个阶段来 因为绝大部分资本都是逐利的 真正有公益心 有教育情怀的资本有 但是不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所以政府要对这个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和这个投入的保障 才能够在未来的就学当中 能够占进我们的主动 也能够去跨解各种矛盾 黄马福认为 义务教育民办学校 确定为非盈利性后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政府如何加大 对非盈利民办学校的投入 和扶持力度 让这些学校办好 办出特色 为教育者提供教育选择 促进整体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 政府可能也是要有保有放 就是义务教育作为这个法定的 那我们确实在这么投入 那作为我们现在的民办 幼儿园高中大学 应该鼓励多样的经营 多样的办学 好的 感谢黄马福校长 那么对于今后 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发展 互动平台上的网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觉得非盈利性的 义务民办教育 也是在为我们的 那个基础教育做贡献 所以我觉得政府 可以考虑一下 在实际编制 还有实际的平静这个方面 能够统筹管理 然后同学的最大 我觉得应该 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 比如说公开学校的财务信息 这样就能避免一些 非盈利的学校 把各种和办学没有关系的钱 进入办学成本 然后通过这种财务手段 然后把它制为集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 选择民办教育里面的机会 在此外进入民办里面的 比如说是教育家 是上家 让逐一批的追求医务教育的人 更新有些医务责任 教育情况的体验 人士来办学 非常不是一件好事 好的 感谢网友们 在互动平台上的留言 义务教育作为国家 强制实施的教育 体现国家意志 应当充分体现 教育的公平性和公益性 本次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 为平稳有序推进民办学校 分类管理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 有利于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落实差别化的扶持政策 促进非盈利性和盈利性 这两类民办学校 各安其位健康发展 对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 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 政府在制定具体办法时 应对现有民办学校的过渡 以及扶持政策 做出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 保证分类管理改革有序推进 促进我是整体 医务教育质量的提升 对于那些希望获取回报的民营资本 同样可以尝试着 在特色教育方面做文章 作为国家教育培养的补充 而我们相关的教育部门 也应当加快步伐 让更多孩子在医务教育阶段 能享受到公立教育 好的 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讨论的网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和我们一起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收看 明晚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